对于我们国家车子数量的快速上升 车多路少日益加重的交通拥挤状况问题也更加的凸显 于是各地相继推出了摇号上牌的政策 就是车主线通过预约 然后排队进行摇号 当轮到你的时候 系统会随机给你10个车牌 你可以在里面选择一个号牌作为你的车牌号 但是这位小伙的运气真是爆棚啊 摇到了000000的车牌 近日 安徽的一位小伙子正在车关锁前 他要到了晚A000000车牌号 这自然引起了大家羡慕的目光 都风风跑来参观一下这个牛逼的车牌 可是大家发现这位小伙子 一直用他的手追逐车牌号上面的一块地方 一直不愿意把手移开 而且小伙面透露着神秘的微笑 后来 当小伙子把手拿开的时候 他的牛逼车牌号才露出了马脚 原来这并不是晚A000000 而是晚A000K50 这是把大家给逗乐了 各位司机朋友是不是在摇号的时候 也会在心里默默祈祷 给着你一个满意的车牌号呢 当然也会有人愿意花高价去买一个车牌 其实车牌只是一个标识 车牌所谓的吉利与否 只是大家的一种心理想法而已 希望大家辩证的来看这个问题